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称Ruby 那么开工的第四天 台股在连涨三天之后 第四天的盘中是出现了震荡 但是周五收盘 如果有收在1804点以上的话 就会形成周级别的日出 那么也更有利后续的上工 现在就赶快来欢迎 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摸头股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独票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那这个大盘本周 如果形成这个周级别的日出的话 那下周会有利哪些族群来做上工 对所以我就讲 我们相对于在讲的就是一个日出日落 尤其周线的级别 对不对 你看OTC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日出 那个就很漂亮 那这个就代表说很多的中小型的股票 电子股都要回来了 都要上涨了 对因为IC设计的族群有领头羊 其实上个礼拜还有在封关之前 我就有讲过了 联电下跌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市场有两种人 一种叫网红分析师 出来跟外资论战 对不对 那这个就舌战天下了 其实再怎么讲 也讲不到账户里面的一毛钱 你可以看到很多财情示意的分析师 那不管是文财或是口财 甚至于外贸学历都是一等一的 但你实际上你要去交易 没什么皮条 讲实在的 这种人我见多了 你如果真的操盘可以赚钱 你上电视干嘛 是这样讲没错吧 除非说你有宗教上面的一个 比方说你要回馈这个社会 对不对 这个是另当别的 像我自己心中有一个时间表 在这个什么时间 我要离开我的服务岗位 因为我自己也要做股票 我不能老是这样帮你们 你这样太累了 那你现在我为了做这个工作 我又不能开户对不对 也不能开正常户头 因为我被列管对吧 那整天帮大家这样我也很麻烦 所以我有一个203级的时间表 我现在先跟你们讲一下 你们最好是珍惜一下 现在我还帮你们服务的时候 大家要好好把握 接下来我就要搞我自己的户头了 好那我现在这个插话讲到 我继续讲了 所以你看有的人写一个报告 对不对 帮外资写一个报告 外资写报告怎么算钱 有的券商我讲给你听 这个市场上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内幕 因为外资他手上很多客户 他外资的收入来源是客户下单 他要收手续费 对不对 但因为老外不懂台湾的股票 对吧 所以你外资的分析师很多写报告 是给他外国的客户看 那你看假设说我们这家公司假设说我们是小鹿外资 小鹿皇家 小鹿鹰商皇家证券公司 那假设是这样子 我手上 你手上有三个分析师 对不对 我写一份报告 然后他写一份报告 ABC各写一份报告 写了三档股票 结果这个报告写出来 客户看完A的报告以后不下单 客户看完B的报告以后买了100万 结果客户看完C的报告以后 所有的客户看完欲罢不能 总共当天成交了1亿 那你觉得哪一个分析师最红 不是准的分析师最红 你们都搞错了 我告诉你 媒体搞错了 媒体说谁红谁准什么 我告诉你 能够喊得动那个盘的 他会领到最多钱 因为对券商来讲 我的客户看你这份报告以后 通通都兴奋的来下单 你下了1亿美金以后 我手续费很简单 我抽个0.01就够了 对不对 那个季度我就赚翻了 所以以券商来讲 尤其是外资 他最希望旗下的分析师能够喊 能够有化水的能力你知道吗 很多台湾的投资人以为说 一定要准什么上支天文下 没有啦 你想多了啦 你那种东西是要拿去媒体用的啦 你知道 券商要的分析师是能够帮他赚钱的分析师 你说准一定能够帮他赚钱吗 如果说 他的分析师出一个报告 结果所有的人也不去他的券商开户 就自己买进 然后给你鼓鼓掌拍拍手说你好棒 那对他来讲他有什么帮助 没有嘛 他的明星分析师就是要能够喊得动啊 而且他要在券商 看到那个报告之前的三天 先交到客户的手上 那客户就爽了嘛 是 这个分析师爽帅 我先买 对不对 这种感觉对不对 就好像说我们的这个lieter里面的群友 对不对 跟我们的听众比起来 就差六个小时嘛 是 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 你们如果不是lieter里面 一定也有lieter里面的嘛 蔡老师这个盘中就讲过了 我先买了三张 爽对不对 那你不加入lieter你就 你就感觉你就圈外人嘛 所以我跟你讲 再讲一次的 就是说你真的是为了你自己好 反正你要早六个小时 知道我们节目的内容的话 你lieter加一加 反正又免费了 那再来 我现在回到这个道理 所以我告诉各位 分析师的逻辑就在这边 那这一次在周级别的日出出来以后 什么样的股票的机会来受惠 当然蛮多 我刚刚刚讲到 就是说第一个IC设计 IC设计之点 对吧 你创新高嘛 对不对 那我就想说世界上看到那个 联电跌下来的时候分两种的 一种就是论战 对 那一种就是想办法帮自己赚钱 是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种 纯粹靠交易的嘛 第一时间点 我们就会认为说IC设计是重点 对 那因为你有领头羊 这个创围攻上去了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 创围已经有赚四根的人 他当然在消息出来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追了嘛 对 那你看到消息才追的人 当你追在这个地方 你当然就会被他震荡两三天 对不对 修理你一下 对不对 总是难免的 那 答案就很简单了嘛 领头羊 龙魂出去 你接下来就会带动什么 包括 你还不知道的Type-C嘛 没错 对不对 Type-C有好几家 那你看这个我们说IC设计很容易有一个逻辑啊 就因为各个产品的终端都会有这个IC设计的影子嘛 对吧 比方说现在记忆体在涨 我就跟各位讲过 记忆体熬过这个寒冬 你说华邦涨 华邦涨那个车用记忆体嘛 对 或者说群点 就跟那个 NAMFH的那个部分 你看那几支对不对 有去年跌那么多 好 那现在这个地方回笼了 那这个我也就跟各位讲过了 因为你记忆体的部分有这个IC设计嘛 然后我们看到Type-C的部分一定有它的IC设计嘛 对不对 比方说前一阵子讲高速传输的这个安格 对不对 那你说已经整理到这个地方 已经到一个告一个段落 是不是随时也有机会来发动 那安格当然价位比较高了 不过有一档股票价格只有安格的三分之一的 是 它的走势跟安格是同向 因为它就是安格的母公司嘛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想法了 那当然记忆体的部分跟这个Type-C 甚至于车用 有没有三个题材叠加在一起 叠加三个 那这个叠加在一起的当然就融混了 所以其实 现在这个做IC设计 你就是要抓那个市场上贴着盘的题材 是 Type-C是一个 然后最近看到有什么 半导体在涨特用化学 特用化学 因为三浮化在低档转强以后 周线级别是一个日出 是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只是一个跌升反弹 但是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它给你公告圆圆营收报表 那你怎么讲 所以其实 我又回到我们恩赐突破的这个原理 就是说有的时候股票在反弹的时候 那么你当下认为说它只是跌升反弹 那是你心中所想 是这样唯心论吗 对 那并不是说市场上它真的是跌升反弹 也有可能它只是跌升反弹 但是你选择了一个立场 你相信了其中一个立场 那你相信了其中立场以后 万一你那个立场是不对的 比方说谈到第二根 结果出来公告圆圆营收 结果你算傻眼的 搞了半天原来昨天 love涨停的人 是因为有人知道圆圆营收很好 对不对 拉上来才公告 对不对 就像这次创伪就很好笑 上来以后一大堆那种产业专家 在讲说泰北C怎么样 什么商机多少 我跟你讲 人家11月12月都买好 对不对 要不然为什么去年12月你说 像我们相对论常讲一句话 别人大跌我不跌 对 你去年12月今年1月说 IC设计就在跌 你问我 对不对 我问你 为什么这个创伪就他不跌 就他不跌 没错 到底谁在买 奇怪了 大家都跌翻了 就你不跌 对不对 亚信也跌 金虹也跌 业细好的也都在跌 对不对 业细不好的造跌 股王也跌 对不对 IP也跌 就跌翻了 每次IC设计都在跌 唯独你创伪不跌 真够诡异的 现在你知道答案了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在讲说股票很简单 复杂的是什么 人心 有的人他就听完我这一段话 就反问了说 老师没有 我就是听你这样讲 我才觉得股市真复杂 不对 你听我讲 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上 这个几十亿人口心中在想什么 你又不是神 对 但股价只有一种 不是涨就是底 是 就看你信不信而已 所以你把简化 股票就是涨跌就是代表 他正在反映你不知道事情 涨一定有原因 强一定有原因 撑在高涨掉不下去一定有原因 对不对 是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股价其实很简单 就涨跟跌 那我就告诉你说 至于你要探究那个原因 这有点像算命仙 你一定要掌握那个命盘 你才要决定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不对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 那我现在讲 刚才Type-C讲到一半 Type-C不是只有涨IC设计 因为IC设计拉第一轮 谁跟你讲说只有涨IC设计的 没有这回事 很多连接器都值得涨 而且有一些连接器 本身还是元宇宙的概念 我还要叠加了 对啊 因为你现在要找30块以下的 你找不到IC设计 是 那你30块以下的 你Type-C一定是网连接器去找 不管你往哪边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来讲说 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盘中 也多增加一档股票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增加 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轮我们创围他们都上去了 你不可能这里再追了 对啊 对不对 那这个题材竟然是对的 而且是要走一整年的 那很简单 我们这个地方低价的这个族群也跟上去 所以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尤其是这一次 这个开春以来行情还不错 还没有赚到钱的朋友 当做你的第一档 也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做进场 好的 那就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那么全新的333计划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了 我想要声音好的小收音机 我想买一台好收音机送给爷爷 我在家里到处都要有收音机 走到哪 听到哪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机 中广严选山进收音机 新机上市 PRD32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 扫行可爱 方便轻巧 还有立体声双喇叭 中广独家贩售价2000元 请上毫无市集网站选购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去年有许多投资人 透过老师的333策略 达到这个平凡倍的目标 那么虎年我们全新的333计划 也已经启动了 三档股票赚三成资金 就能够翻一倍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把握 请先加入 参与四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 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错过资源、创维、三幅化 跟一粒店的朋友 下一档这档元宵接棒股 无必要跟上喔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带你进场喔 欢迎回到股师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老师看好了 这个电动车族群 这个涨势有持续的扩散 那么抬头显示器的领头一粒店 也准备要来挑战百元的关卡 那么请教老师 接下来还有哪些具备 这个创新高能力的潜力股 可以来留意呢 那创新高其实有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越过前面的高点 这算一种创新高 还有一种叫做创历史新高 那其实以台股来讲的话 现在要第一个抓的是创前坡的新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大盘还没有过前高 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地方创越过前高 是不是表示你比大盘强 就领先大盘强了 所以这次创维就这个逻辑 所以创维能够带起来的IC设计 当然很多 Type-C是其中之一 那接下来的话大概有差不多三到四档股票 你可以来做发动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档股票 当时跟着这个宏达电一起涨 那因为它当时跟宏达电一起涨 大家都把它归类为所谓的原语重 其实不然 这一家公司它本身是有受惠在Type-C 那本身也有受惠在立基型的记忆体 所以你看现在记忆体也在涨 对不对 而且它股价还不到一百块 对不对 你说这种IC设计 你就想IC设计现在动不动都两三百 对不对 难得出现一档股票才七八十 对不对 三种题材都有 那你这个时间点有没有机会往上攻 我就觉得说投资平衡可以想一下 那因为也不难啦 这个其实我们平盘以后 买了以后大概就急拉了 盘中的急拉就带出一个安全的空间来 所以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 在盘中就要跟上我们的话 可以加一下我们的这个Lite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记忆体的部分 其实记忆体的部分去年虽然跌得多 那随着这几次的反弹 坦白说 基期也不是很低的啦 因为你看华邦店其实 他前高只要再过去 其实又要去摸到去年的高点 对啊 默默的他就盘上来 有很多事情就像默默的盘上来 你看像那个什么四星KY有没有 他又被讲说什么客户有什么中国谁谁谁 有没有 结果你看大家闭自为恐不及 默默的你看又回到一千 对啊又站上去了 股市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再讲一次 唯物论跟唯心论 唯物就是你要相信股价 唯心就是说你 你一定想要去解释他去合理他 你要像这个大学教授一样通晓天文地理 然后你才来做下单对不对 其实股票市场上有一些事情 是永远没有办法比人家领先的 我这样子来跟你们讲 你不可能永远的领先 而且如果你真的那么领先的话 你反而做不好 股票有的时候要赢钱 你要有点落后 对 你不要以为领先就一定 就一定 有时候反而落后断的比较多 我举刚才的例子来讲 你说你假设你很聪明 或者说你在大陆业界 对不对 你听到了什么我不管 结果你在三个月之前你就买了创尾 中间被甩了两个半月 对不对 是 好不容易回到成本 搞不好你出掉了 那换做另外一种概念 对不对 你在台湾待得好好的 过年期间你有个表哥 从大陆回来了 但遇到你亲戚 当然大哥就跟你讲说 他在大陆多早 他听到什么 对吧 结果你也不知道发了什么 什么财运星做梦起来就6104赶买了 是 你一买完就涨四根 你说哪个好 反而是后买的这一个 你当然是落后的好 对 所以股票不见得要领先 所以我讲这个 是要在股市超过30年以上的 血泪汗的你才会 你听到我这段话才会深深的感触 股票有的时候是落后的好 刚刚好就是在那个 对对对 在那个最甜的时候 好像水果一样 跟那个红酒一样 开玩笑醒酒的 在那个最甜蜜的点 那我现在来讲的就是说 那个记忆体 那记忆体现在来讲 其实记忆期也不低的 那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像我们华邦店连电 不华邦店那个群联 这些股票你可以在拉回震荡的时候 逢黑澡机会点 那记忆体的模组 这个地方还有粒基型记忆体的IC设计 当然这里就首选了 因为 长记忆体的时候你找IC设计 对不对 然后长元宇宙的时候找IC设计 长车用的时候你也找IC设计 反正台湾就是IC设计 当然台湾的标股 30年来离不开IC设计的 你现在的股王就IC设计 台湾人聪明 最适合做这个行业 你如果说像其他的 像比方说有一些国家 像英国的话 他们金融股本益比很高 他们还有石油股 他们有BP 或者说澳洲他们有什么石油 对不对 或者说像大陆有什么农产品 对不对 那个都不适合台湾 台湾就是IC设计的 你说制造业 你帮人家做代工的讲实在的 有时候苹果call你 给你没几分毛利 你也虚不到多少钱 很多那种什么电子几个几个 营收都破照 对不对 结果你看他毛利率多少也不高 反正你说IC设计 生意没有做多少 一个月做你个一亿够了吧 毛利率70几% 那股票不要翻了 这种才爽好不好 对 那我们就这样子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讲IC设计 然后 长山股不要小看了 那我觉得你专责做韩共双雄的 跟货柜山雄的人可能也不多了 但你如果手上还有的话 你也不用太小看自己的 应该还有高点的 那后续来讲的话 因为 第一个就是双雄的话 有边境解封的一个提材跟概念在里面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货柜山雄的话 你就等周日落 到时候再来做一个卖出 那资金的话现在赶快 低价的IC设计 低价的Type-C 新电动车概念股 我们正在买的 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好的 那么虎年全新的标股呢 邀请您跟着我们一起来把握 全新的这个333计划呢 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布局新股 这个股票呢是新的低价股喔 买点呢一去不回头 欢迎大家呢 透过蔡英斯坦的Nighter 或者是波通专线联络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足够稍作愉快 涨大钱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新贵股票登陆 条件较上市柜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我想要声音好的小收音机 我想买一台好收音机送给爷爷 我在家里到处都要有收音机 走到哪 听到哪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机 中广严选山进收音机 新机上市 PRD32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 造型可爱 方便轻巧 还有立体声双喇叭 中广独家贩售价2000元 请上毫无市集网站选购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去年有许多投资人 透过老师的333策略 达到这个拼翻倍的目标 那么虎年我们全新的333计划 也已经启动了 三档股票赚三成资金 就能够翻一倍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把握 请先加入参与资产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错过 支援创维和三幅画跟一粒店的朋友 下一档这档元宵接棒股 无必要跟上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带你进场